现在收看的是 抢救生命的生命电视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红发型 这里小幸福 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阳光的灿烂 熄了的心是飞翔的小鸟 自由却不是方向 飞得高看得远 去感受世界的美好 熄了的心是神奇的舞蹈 旋转出生命的美妙 用了扮一起跳 才能返回出力量 见到你笑 北岸的天空变得清朗 等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两宝地缠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农历六月初三 在我们佛教里面 是一位护法菩萨 叫 维陀菩萨的圣诞日 那在汉传佛教 非常重要 因为汉传佛教有两尊护法 一尊 就是各位认识的观公 切兰菩萨 他负责福报 乃至特别照顾在家人 那一尊叫 维陀菩萨 他负责 他在汉传的寺庙 他的脸就是正后面 看着 设立塔 看着佛像 看着经典 他是负责 护持佛法身三宝 所以有这两个护法 切兰菩萨叫观公 维陀菩萨 那维陀菩萨是视线 童子身 就像小孩子的脸 当然他最伟大的部分 最令我感动的是 贤节有一千尊佛 我们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 弥陀菩萨是第五尊 他是第一千尊成佛 所以他叫贤节千佛的最后一尊佛 那他的愿力是什么呢 他这样说 他说 凡是在过去一切佛的时代 出家的人破戒 犯戒 很多看起来表现不是很好的出家人 只要在过去佛 他们这样出国家 就算破破戒 到了他成佛的时候 这些出家人都能够在他的佛力的加持 恢复圆满清静 乃至正的解脱 这个太伟大了 所谓护法并不是说 像警察一样 打坏人 保护好人而已 这个佛教的保护 护法 你就是最差劲的 破戒的 要下地狱的 他都要保护你 所以他发愿 所有佛面前破戒 甚至要堕落的 他都来保护他 让他最后也解脱 乃至成佛 所以来 跟我们念下来 那么 唯陀护法菩萨 那么 唯陀护法菩萨 那么 唯陀护法菩萨 对了 那我想我们 供养这个菩萨最好的方法 就是 发这个菩萨的愿 比如说 你很喜欢读金刚经 那你儿子也很喜欢读 金刚经 哎呀 你做爸爸就很欢喜 所以 如果每个人都 发起每一尊佛的 本愿 那就是 这个叫修行的供养 就按照这尊佛的方法 去修行 依教奉行 所以 这是最好的方法 因为每一尊佛 他目的就是保护我们 保护众生 如果你不要起 贪嗔痴 早饿 也受苦 那佛就高兴 再来 我们学佛慈悲 去保护众生 那也是对 每一尊佛最好的供养 当然我们 一开始 还是要在四项上做供养 所以他们今天又准备 食供养 然后呢 当然这个供养最主要的意义 除了这些事物的供养 刚刚讲了 我们愿意承担 佛菩萨的责任 去爱护众生 那这才是 我们做供养 希望达到 最高的目的 就是说 你也被供养了 并不是为了被供养 而去供养 而是希望 将来也能够 成就佛的功德 去 就近帮助 众生 但是我要强调一点 我个人有个特色 就是说 当我知道一个真理 我就会用生命发誓 去做完了 当你看不经典 不若心经 那我一定要正如空性 当你看地藏经 我一定深信因果 甚至学地藏王菩萨家 去做 各位 这个很重要 这个就是佛说 我们要有一个 很敏感强烈的决心 既然你听了佛法 那这个法 就必须成为你的生命 你必须用生命去实践它 不能加入 自己的分别想法 佛陀叫我们慈悲 难啊 我又不是佛 我不会慈悲 我还要骂老公 我偶尔要生气一下 那你就跟佛法抵触 所以那时候你会过得很不快乐 所以我想每一个佛 了解了菩提心的重要 哪怕他供一杯水 都是用菩提心 用生命 用敬畏来寄的生命 来供养这个法 既然他听到了 这样帮助众生 殊胜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供香 那这里面当然要发愿 当愿众生 那最主要后面有一个 叫多文妙法 这个香 这个世界最好的香 就是持戒的香 禅定的香 智慧的香 解脱的香 发菩提心的香 要让自己这样去实践 所以叫由心里面 心然无分 所以这个五分就是 戒定会 解脱 解脱之鉴的香 这样来供养四方佛 这样 以这样的功德 才真正的在供养佛 然后呢 这样就没有浪费外债的供养 就像你供养钱 那人最在乎的是黄金珠宝 但是呢 我要把我的所有的财物 来供养诸佛 来布施众生 要学习这种全然奉献 不但是自己 还会念的 当愿众生 这句话最重要 大乘佛教 比如说这个世界 有七十亿个人 只有你一个人 在学佛 但是你要带着 六十九亿点九九九的游行的人 还包括六道众生 你的责任 要带着他们 学佛 解脱 成佛 你要觉得 佛在面前 众生在后面 你用你的生命 正入空性 正入这个法 完全没有自己的分别 那这个很重要 可以再念一遍 来 菩提心 空性 大悲心 对佛的信心 永不间断 发菩提心 对自己的智慧 永不间断 开发无我智慧 对众生的大悲心 永不间断 承担众生苦 这个叫念佛 念法 念神 要让自己用 用你的圆满的生命 去做 这件事情 这个叫归命 那佛陀这么圆满 为我们而成佛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跪下去 甚至在 当初佛教 要五体投地 所以我们一进佛堂 法师做示范 他要五体投地的 去归命诸佛菩萨 所以 那你这样哪有烦恼 人的烦恼就来自 师父 我的 什么什么什么 他是自私的 他有一个我 跟我的 他永远都在痛苦 老实说 只要你有一个 身体 你不可能不痛苦 这是 包括释迦牟尼佛 只要有肉体 就会生老病死 如果你一直为了 那个 不要生老病死 才修行 当然也可以 那叫解脱道 但是它是个自然的现象 所以 而且这个身体 站在佛教 它只是一个 因缘和合 幻化的存在 这个不是真正的我 真正的我 是我们的佛性 慈悲心 这个肉体 本来它就会随着因缘而变化 所以在 这一点 最好的方法 就是完全的归佛 归法 归身 所以 你就超越自我 你得到 丧宝的加持 你甚至承担 丧宝的责任 所以 这个是一个很坚定的思想 这是佛教里面要我们做的 所以各位 当然我这样说 我只是提醒各位说 供养要有这样子的认真 甚至跪下来 所以用香 用花 用灯 代表我们的慈戒 我们发的慈悲心 我们愿意圆满智慧 我们愿意柔和忍辱 不再骂人生气 共屠游 所以每一个 供养物 都有它的 各方面的表法 对佛 对自己 跟对众生 这三点 各位永远记住 对佛 对自己 对众生 这三种责任 就像做儿女的 对爸爸 他应该孝顺 所以 对他自己的课业 他要负责任 对自己 的生命 也要去了解 无论在什么 状态里面 每个人都要负起一个 这样子的 对社会的责任 对自己的责任 对生命的责任 这是佛教 我们追求的 各位要注意 做个菩萨 他要懂得做老师 做妈妈 做爸爸 做老板 怎么教育 他们 千万不要有一个 比较不好的想法 叫以我无关 大乘佛教 讲了空性 是这个世界 万事万物 都跟你有关系 所以你家里 打扫得干净吗 你穿衣服 适合吗 你讲话适当吗 这些你都要 任何一方面 都要很圆满 所以 就像开飞机的人 一个疏忽 整部飞机 都要掉下去了 死了多少人 自己也死了 所以每一样检查 都要非常非常的仔细 然后让自己的身口意 特别是心态 源源满满的符合佛陀 经典的教界 这个叫修行 千万不要再 我我我我 你你你 讲那个都是 多余的 因为你挑战到法里面 就按照法去做就好了 不要再为世间的东西 高兴或痛苦 因为那是一个 自然的变化 修学佛法 不是说 我要去接受 很多灌顶 才叫修行 佛教里面 古时候一个人 只有一门而已 比如说 我得到一个 四倍观音的灌顶 对所有的法门 我都懂了 因为原理都一样 就是说 我们刚刚念 地藏菩萨 奥布拉摩林托林 撒布赫 我们马上 变成地藏王菩萨的 这种形象 生口意 奥布拉摩林托林 撒布赫的时候 他心里就放出了 地藏菩萨的蓝色的光 把所有的定业 这个人已经被判罪了 下地狱了 或是如何如何 这些定业统统消除掉 奥布拉摩林托林托布赫 所以各位走到哪里 你都会这样念 会这样观想 各位看看我前面这个 你们最好每天都要做 用金的可以 用银的可以 用水晶的可以 有花 有花 有灯 一碗饭 一点点 一碗面 一碗稀饭 一杯水 现在更重要 多太太鹅 太多 一杯牛奶 然后呢 就念这个 辨石重 做完以后呢 就把它拿到 你们家附近的树下 把它倒掉 最好树下有一块 小小的石头 你把它倒在那边 因为 有些人是枕杯放在那边 如果不会被偷都无所谓 因为你用一个纸杯 那就无所谓 但是如果你用这么庄严的 那最好就把它倒在 那个石头上 那佛就说 你用了越庄严 你将来家里的 器具福报就越庄严 因为你能对一个 这个可怜众生 都这么庄严 千万不要说 这个给鬼道 给众生用了 随便 大乘佛教跟汉传 就差在这边 大乘佛教呢 所有最庄严 是给众生用的 那汉传佛教呢 所有最庄严 是给上师用的 差在这边 我想两边都有 他的因缘 但是我认为 两边都重要 你对众生越慈悲 你福报越大 你对三宝越恭敬 那你的智慧越高 但是呢 两边要整合 所以各位最好能够做一个 简单 每天 这样把它装严好 然后 你心情也会很好 那拿去外面的一个树下 那树下最好是 那个当然是阴凉 不会被太阳晒 树下 当然有两种树不行 他们说 羊柳树不行 石柳树不行 还有桃树不行 为什么 因为桃树有鬼王 石柳树有鬼母 羊柳树有观音护法 在旁边 那羊柳树最好种在河边 当这个羊柳子一碰到水或下雨 那个水流出去的二鬼道 就可以喝了 所以寺庙很喜欢种这些树 好 所以希望大家通通做 因为你在美国做 比你在家乡做功德大 我们家乡 中国也好 哪里寺庙多 有人在做 这个美国这个边地 哪有人在做 你去美国葫墓去看 哪有一个家属 哪一块饼干去给王者的 没有 最多是拿花而已 对不对 那我想 那各位 你家附近有葫墓 或是你在观想的时候 所有那些往生的孤魂野鬼 他们都有的吃 所以 而且 又他们吃完升天 这是非常慈悲 这个就是供养如来 因为每一个佛修行 都是为了这个 所以这个叫观音法门 观音菩萨流传到现在 我要警告各位 像我们这边有隔西上师在 在藏传佛教里面 最圆满的就是这些仪鬼 特别超度仪鬼 非常非常的圆满 然后呢 当然各位 固定时间 请隔西上师帮我们修仪鬼 大家整理好 比如说一个月一次要超度 所有堕胎胎 慈不慈悲 太慈悲 一个月一次 超度所有死亡者 癌症 战争 然后你们就负责念你们会的经典 上师修他们的仪鬼 这个是最好的 所以我每次大法会 不管在世界各地 我都会请很多上师修法 然后呢 特别他们人多 我们以前在社拉茄 现在天天一个月做四次 在社拉茄 三千五百个人 一起修法 特别请小佛佛修 超度多胎胎 都请小拉玛修 小朋友超度小朋友 他们也觉得很快乐 因为原来我们出家 对众生有帮助 所以用各种方法 去利益众生 今天上午我在请社拉茄的 小喇嘛去放生 在南印度 放大鱼 中一小 他们个个很快乐 所以他们也快乐 众生也快乐 印度的鱼又便宜 那些小鱼 所以现在有手机网络 马上拍摄 马上传回来 大家同享功德 所以包括今天这个甘露诗诗 也会进入历史 我们到今天为止 已经做了十四万三千多场 又叫今天这一场 上共下诗 那当然世界各地 很多人都在做 大家都随喜功德 所以用各种的方法 融入于法界 融入于众生 但是我讲到这地方 是各位一定要有信心 悲心 任何一个咒 都是佛的圆满的力量 而不是说 哪一个咒比较高 哪一个咒比较低 它只是一个方便 因为人们对 要是佛出病 所以特别念要是种 所以 那当然佛菩萨会显现了 各种的方便 来引导众生 翻过来 七佛如来 这七尊佛发愿 听闻他们的名号 看到他的形象 但是听到他的咒语 都可以 最主要是信心 那么他们一定可以脱离 地狱道 鬼道 出生道 包括人类 然后呢 得到福报 多宝如来 会让他发财 宝圣如来 会让他升天 妙色圣如来 会让他外表很漂亮 广博生如来 会让他身材高大 一部位如来 会让他永远不会畏惧害怕 甘露王如来 让他们同享一切甘露 阿弥陀如来 让他们当下业障消除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各位 相不相信 相信要悲 要慈悲 走到哪里 那么多宝如来 那么宝圣如来 光念名号也可以 如果哪一天 你要修入密 那就要伸口意 手要打手印 嘴巴要持坐 内心要观想 自己变成这尊佛 来利益众生 这个叫密 密密 密教不是属于 藏传佛教 是哪一个佛教的专利 本来你要成佛 你都会学这个 理论上叫显 观修伸口意叫密 所以 这个在汉传佛教 也好 藏传佛教也好 都是这样修 当然你要守戒 如果你要真正的 去利益众生 那你要守圆满的戒律 这个戒律是一个动机 也保护你的发心 保护这个功德 所以我们现在念 欺佛如来 各位要有信心 光念就不可思议了 哪一天你把欺佛如来的形象 我们都有印好了 贴了 像这上面 过于印在上面 今天这一本念完 你欺佛 这个就是一个佛像 欺佛如来 你跟着拜 上面还有写他的种子字 你可以观想种子字 哪一天你进一步 要去学他的咒语 也不长 日本人就很好玩 日本的每一尊佛像 旁边一定写的 这一尊佛像的咒语 心咒 让所有日本人 对佛法有信心 所以他们叫真言咒 对不对 他们走到哪里 都会念这尊佛的 那日本的传承 跟我们中国的传承 不太一样的 这什么意思 和藏传的传承 是每一个咒语要一次灌顶 那我们中国人的密宗 跟日本的传承 是你只要有真心的发 愿意发菩提心 所有的你一次都得到灌顶 它不是一次一次的 所以我去日本得到灌顶 他们就所有的经典 什么都给我 OK了 我们天台中也是这样 你得到天台中的传承 那天台中的所有经教 通在里面了 一次解决 修行靠你自己 就是说 你要真实的发起 真实的愿意去承受 这个佛菩萨的责任 这样就好了 这个叫三昧耶戒 也是一种菩提心的戒律 好 那现在念 祈佛如来 那么多宝如来 那么宝圣如来 那么妙色身如来 那么广博身如来 那么离部位如来 那么甘露王如来 那么阿弥陀如来 那么多宝如来 那么宝圣如来 那么妙色身如来 那么广博身如来 那么离部位如来 那么甘露王如来 那么阿弥陀如来 那么多宝如来 那么宝圣如来 那么妙色身如来 那么广博身如来 那么离部位如来 那么甘露王如来 那么阿弥陀如来 愿身西方净土中 九瓶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我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非常的期望 各位每天都这样在家里 上供下施一次 严格上来讲 时间不会超过二十分钟 你自己在家里上供 所以我们每次都把 所有供品放在相片 那各位 我们已经印在本子上了 你就按照这样 关一下就好了 香花灯土果 擦拭保住衣 但是你要做的是 至少点一只香 或是供一杯水 可以 那有些居士就把这四种供养 做成玻璃罐 然后每次又拿起来 从头到尾观想一次 上供完以后 一杯水米 那是点一只烟供香 放在门口 下施 下施 但是各位 你窗户打开罐了 看到外面有鸟 你不要说我不理它 凡是有缘的众生 既然有鸟 有松鼠 我就摆一些 他们喜欢吃的东西 因为佛教的修行 是一种责任 就像你做儿女 你要孝顺父母 就像你做父母 你要养育儿女 这是个责任 你要准备他的山餐 衣服 那所谓菩提心呢 那就是说 你对整个众生法界的责任 乃至你对佛菩萨的责任 你对佛菩萨的责任是什么 那就是追随佛菩萨 成佛发菩提心 对佛菩萨的责任 刚刚讲过是一种不间断的菩提心 对众生的责任是一种平等 没有分别的 永不退转的大悲心 对自己的责任呢 我们佛教叫西地成就 就是你要圆满智慧 无分别的空性 乃至了解一切帮助世间方法的智 这个智慧要圆满 所以再讲一遍 来念佛 念法 念生 那这个合规叫归一三宝 我们时时刻刻在一心念佛叫归一三宝 那任何时间都可以吃饭 走路都在供养三宝 开车 我是开这一部车供养三宝 就像我们车上载着佛陀一样 我开这一部车 希望所有众生平安到家慈悲 我开这一部车 希望我安住在一个专注的空性 这样才能够让车上的佛不受伤 也不会去撞到众生 对不对 你要专心 所以穿衣服供养三宝 穿衣服也让众生欢喜 也可以保护自己 不起烦恼 那任何时间 你要保持在这个三昧的状态 那修行要让你 不管在什么 做什么 所以做医生 做护士 做老师 做餐厅 做扫地的 都保持在这个状态 我这样说的意思是 希望各位 修行千万不要脱离现实生活 美国社会 美国社会生活的模式 所以 那你要把这个社会模式 用到佛法里面 而不是说 我又脱节了 我现在 你对美国人说 你来学中国文化 那什么意思 你对外国人说 你来学西藏文化 那也没意思 因为佛法 融入在当地的文化 变成一种修行模式 那各位 你在一个环境 你在西班牙 你在美国 你在英国 那你要符合当地的文化 来做修行 这样才会广 遍及 不然的话我发觉 我们现在这个佛教中心 越修人越少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要对方学的是 他的文化 那这样 佛法就没方便了 那西方人喜欢 弹音乐 乔吉他 那西方人喜欢唱唱歌 那你要 学西方人的文化 去传递佛法 所以 那这一点 是一种方便 就像各位来到 美国 你会学英文 因为你不可能 用中文 藏文跟他讲话 但是要传达的是 那个思想 所以 我认为西方人 非常喜欢点灯 然后我们必须 跟共花 他希望把 透过这两个 就让他们了解 真理 这样就好了 这个灯 怎么去观想 这个花 怎么去 表法 这样就好了 他们也有祈祷 也有忏悔 我认为 智慧 今天讲的是智慧的 这个智慧 它就是要善巧方便 融入于 每一个文化 每一个社区 印度人要怎么度 像印度人点灯 很有意思的 我很喜欢参加 他们法会 他们点灯 一定永远在 我都学会了 因为他们念固定的 但是我跟他一样 他就很高兴 所以我每次到印度教区 他们就帮我 点红红的 点红红的 然后就加入他们 加入他们的快乐 他们喜欢吃树 透过吃树 来跟他们谈 慈悲 而且佛陀 也是印度教里面的 一尊神 所以 那无所谓 那我们就 尊敬他们的神 融入他们 这样 这个叫空性 不然的话 我们宗教跟宗教 文化跟文化之间 永远格格不入 所以 你也会觉得 修行 退久了 会退转 就像唱歌没人听 唱歌没人听 也没意思 所以 至少用你的心去融入 去融入 好 各位有问题吗 不过我讲一下 今天讲智慧吧 智慧还是有三种 可以改变命运 第一种智慧 就是世间的智慧 也就是说 各位希望长寿 发财 家庭圆满 甚至 死亡以后 能够升天 这个是一种 世间的智慧 那如果你懂得 因果轮回 善恶果报的道理 你自然会去 孝顺父母 守戒律 布施 那你自然就有 世间的福报 所以 像我们过去 大家都 像我很喜欢钓鱼 但是我听文佛法以后 我不可能在钓鱼了 我现在天天在救鱼 这就是智慧 过去我很喜欢赌博 我这辈子的钱 所有都浪费在赌场上面 去布施 去做坏事 但是我现在想想 反正那个也是布施 反正我没赢过 都是别人赢 但是现在 有一点点钱 那我就会拿去 做供养 放生 照佛像 印经 反正因为有智慧 会改变 所以这是第一种智慧 那第二种智慧呢 那就是解脱生死 眼看到世间 再美好的东西 包括佛陀的身体 包括佛塔 都有坏的一天 各位你要去思维 这个世间一切的 都是在生生灭灭变化 所以一切无常 一切无我 所以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功德 但是你不能执着它 因为升天也不就近 世间的富贵也是暂时的 所以虽然我们外表 在做这些善事 比较有福报 健康长寿 但是内心不执着它 就像各位现在 有婚姻 有儿女 有事业 它会变化的 你要接受它的变化 这个叫不执着 所谓解脱的心是 对外在的变化 不会起心动念 这叫随顺因缘 可以吧 并不会说 因为我们现在在上课 为什么突然能去跳掉了 为什么能出声音 它有它的因缘 但是你心 外面的世界动 你心不要动 这个叫禅定 所以这是第二种智慧 当然大乘的佛教 叫空性 为什么 这些都是虚幻了 本来一切一切的存在 它都是没有单独存在的个体 也就是说 离开水 离开空气 根本没有花的存在 这个花 它是种种因缘 也是大地的精华 那个花是吸收土地里面的精髓 阳光的精髓 水的精髓 种种因缘而存在 它只是一个幻化的 假的存在 所以它的名字叫花 是假的 暂时的 但是你可以应用它 但是不要执着它 花开花血是必然的 在富贵 在漂亮 在健康 地位在高 它都是暂时的 所以水顺因缘 各位现在是活着 哪一天我们面对死亡 你要很自然 而且你要练习 我们是习惯了 像我们出家 每天晚上就是死的意思 躺下来就是死了 念佛往生净土 过一天算一天 但是不要把烦恼带在明天 所以明天起来 又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 当然很多人说 师父祝你长寿 反正我都不会死 什么好长寿 因为我的心一直在轮回着也好 或是净土也好 当然这个肉体 人还是执着这个外表 我认识你 你希望你不要死掉 但是问题是这些 你越担心它 你越容易死 越容易痛苦 你越在乎这个身体的健康 你要随顺因缘 但是别人祈求你长寿 那这种慈悲 活着本来就很苦 但是能够利用它来表达佛法 来拜个佛也好吧 但是它的变化无常 各位你不能一直用世间的智慧来修行 比如说我做了这么大的功德 就是希望我找到一个好的婚姻 或是我儿子乖乖的 或是事业怎么样 这个你不用求 世界你只要相信因果 慈戒不失 一定是那个结果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个跑不掉了 但是这些报 六道里面的所有的存在 都是幻化的 随着夜报 因缘在改变 不可能永远不变动 所以心里对它的变化 要能够接受 所以各位现在你要 你的房子 爱人 小孩 事业 你要经常观照 观想它 这个叫什么 念一下 无常观 对 你要观它的变化无常 身体 想法 拥有的一切 这个叫观法无我 你都没办法主宰不变它 随它的因缘 花开花谢 这些各位要经常做思维 不然你就不能 我不能接受 我就像一个女人 爱她老公爱得要命 又给她钱 没钱又把家里钱办给她 这个老公外面有外遇 或是托人怎么样 她发疯了 这个就是你没有智慧 这个智慧就是接受变化 了解它势必会变化 这一点一定要记住 那你这样才会自在 再念是随缘自在 对 因为所有的变化 有它的因缘 你能够接受它 不排斥它 生病 生病有生病修行的方法 有钱也有钱修行的方法 没钱也没钱修行的方法 根本无所谓 有钱没钱不会妨碍修行 不要动机性太强 修行不要把修行当作一个 我要赚钱 我要盖庙 我要怎么样 这样是企图心对你没有帮助 你企图心越强 福报离你越远 修行是一个自然的因缘 因缘果报 因缘成熟了 一定有这个结果 这是一定的 我们中国人叫水到其成 但是千万不要去求 或者去排斥 或者去失望 因缘来了 就接受 但是这里面 它是一种善恶的夜报 内心平静 你再来 极灭为乐 这个极灭为乐 它就是说 你接受这个深深灭灭 平静 这才是佛教的快乐 佛教的快乐不是有欲望 佛教的快乐是 没起心动力 没有欲望 平静 这样 这个才是真相 我今天让你赚大钱 一切都很美满 好危险 就像拿麻烦 天天给你吃 吃到你死 你没有觉醒的一天 佛陀是个觉悟者 他了解 他做皇帝 他长得这么帅 太太这么好 和之罗后罗这么庄严 父母这么疼他 老百姓这么爱他 他是当时候 最最最top one 最飞训的 但是他认为 这个都是暂时的 所以各位不要去追求暂时的 要追求 要追求爱 要追求什么 来 永恒的爱 大慈大悲 要追求力量 他叫智慧 般若智慧 金刚般若最高的智慧 摧毁一切痛苦 就像文殊的智慧间 这才是最高的宝 这一点是自己要抓定 那佛教的第三种智慧呢 最远慢了 那就是佛的智慧 原来生命的意义 在帮助所有的生命 离苦得乐成佛 所以 那我们就要去了解 摩合波罗波罗蜜多 怎么做 这个大圆满智慧 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结底结底 波罗结底 波罗生结底 菩提撒伯合 所以每一个佛都圆满了 所以 我们也要追求这个教 但是 要成佛 不能光一个法门 各位你要了解 世间法的善法 出世间各种善法 你都要学印度教 天主教 基督教 他们在追求什么 我们也要毁 你不能说 我是佛教徒 因为一个菩萨 要成为各种宗教的引导者 以一个暂时的福报 然后再让他们 再高一点层次 你不能舍弃他们 所以你对 所有万法 世间的 跟所有宗教的 出世间 你都要懂 但是你是站在一个 最高的 究竟的空性 平等的大悲 来学一切 你不能说 我是念佛的 我干嘛学插花 插花跟有什么关系 我是念佛的 我等吃饭就好了 我干嘛煮饭 所以我们出家的人 刚出家的时候 师父要求我们 煮饭 扫地 弄衣服 每天都在忙这件事情 有些人 师父 我们来出家忙 这个干嘛 我说你以前是 为你自己自私在忙 现在师父要你学的是 为众生而忙 你把马头沙 弄干净点吧 让别人上厕所方便吧 你买了卫生纸好一点吧 因为你要服务大众 所以对我来讲很容易 我刚出家 我师父叫我每天整理房间 扫厕所 清水沟 我说太容易了 因为我在家 我19岁离开 富贵家庭 就在搞这个的 我每天把它弄得干干净净 很欢喜 为什么 动机不一样 以前是为了赚钱而做 现在是为了服务众生 累积资粮 培养悲心而做 做得高不高兴 高兴 厕所给他扫到干干净净 我师父更厉害 他走过的地方 他都用他手摸一下 他一做美酒就知道 不干净 地上也亮了 桌子也亮了 每个地方都亮了 你不能说 我出家 我要读佛学院 我要打坐 每天去扫地干嘛 那你不懂佛法 因为佛法是为了帮助世间 而且超越世间的方法 这一点 藏传佛教学在说 每天他们做多嘛 但是我发觉只有做多嘛 但世间 炒菜他不会 一点也不会 我师父说最好的多嘛 就是炒菜给你吃 所以我师父亲自炒菜给我吃 煮饭给我吃 我很惭愧 学这个 读书太容易了 因为你要懂得 令众生欢喜 特别各位是在家人 因为你有家庭 如果说你今天在学佛 你不能说 对不起老公 我要修家庭 准备离婚吧 我修十万拜 我拜那个 你完全错了 你把你老公衣服烫十万次 那是家庭 你帮儿子洗澡十万次 那是家庭 你帮你公公婆婆 按摩那个叫 大礼拜 你不能脱离现实生活 说这个是家庭 所以 因为你不懂佛法 所以佛法 是一种入室的方法 大乘佛教 但是现在我发现 很多年轻人 他不了解 以出家人的方法 出家人是出家人修行的方法 跟在家人完全是两回事 但是上师如果不懂世间法 他以他的方法来教你 弄得你自己 跟世间脱离 这样了解吗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要了解 所谓的悲心的智慧 那你是在你的范围里面 去实践智慧 而不是脱离这个现实的范围 所以你是个病人 你是个护士 你是个医生 那你每天都在修家行 因为你是个医生 你要观想你就是本师 你是药师傅 护士是你的日光月光菩萨 病人是六道宗生 那透过药 透过针灸 透过按摩 去修家行 所以我讲的叫生活的智慧 叫生活禅 而不是脱离 如果脱离 那你会觉得 那我修了十万遍 为什么跟我日常生活 一点关系都没有 烦恼还是烦恼 痛苦还是痛苦 那你不知道怎么去改变 所以就我个人而言 各位看到说 我天天在流浪 在坐飞机 坐世间的事情 但是这里面 样样都是佛法 所以佛陀讲了一句话 不懂世间的方法 不可能发菩提心 其实我这句话 父母没有照顾好 先生太太 儿女没照顾好 家庭事业也没照顾好 说我们在修行 那个是非常大的邪见 你等于断除了世间 这个叫离世求菩提 恰世求兔脚 你希望兔子 那个耳朵变脚 那是骗人 所以佛法的存在 是为了世间 所以你要满世间的圆满 然后再超越这个世间 所以大乘的目标是众生 世界 那你要过得众生 比如说你今天在美国修行 成为美国的首富 健康的人 那美国人都跟你学 那可以 成为一个superstar 大家看你又健康又快乐 你为什么健康很快乐 因为我吃素 我爱护儿女 我照顾家庭 你千万不要 把佛法拉离开 世间在追求个人的成就 那又错了 所以佛法一定要 要想办法融入于这个世界 那这才叫慈悲 你也叫不舍众生 不舍世界 不能舍弃 不能够离开 你要找到空性 你要离开 不能离开世界 舍即是空 舍不亦空 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你眼睛跟对境界 这些就是 你从这里面去修空性 修慈悲 不是把眼睛挖掉 就像我们出家的时候 我师父都会问 你有没有性能力 我师父这个不行 没有性能力不能出家 那你修什么 你要懂 所以你有没有丰富的感情 师父感情不好 错 要爱所有众生 你要有丰富的感情 只是透过智慧慈悲 把感情变成悲心 而不是断离这个世界 所以有时候我发觉 很多人虽然修大秤佛教 但是他行的是一种断灭 就是没有的 或甚至一种个人小秤 他不是真正的在利益众生 满足自己的成就感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要去思维这些道理 所以生病也是修行 有钱也是修行 没钱更是修行 任何时间 任何因缘 文书菩萨说的 因缘就是最好的老师 各位记住 我发觉现在有个问题 像我跑来跑去 我不喜欢人家叫我上师师父 因为我不喜欢跟信徒 太强烈的关系 依赖我 抓着我 我都已经够累了 你还抓我 因为依法不依人 把这个法用在你的身心 跟你的家庭 这是我们要做的 你不是对我非常好 恭敬 那时候跟你先生出不来 跟你太太不讲话 你儿女讨厌你 我爸爸乖乖的 吃素吃的乖乖的 那你已经不懂了 为什么会别人这样 因为你脱离世间 脱离慈悲 你只站在你的立场 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 在修行 大乘佛教 永远站在对方的立场 在修行 而且要做到 冤亲平等 有钱没钱 一样对你好 爱你恨你 一样对你好 这些是我们要做的 所以不能有个人的目的 一切为众生 要开发出这种最圆满的智慧 就叫帮助众生的智慧 叫磨合 波罗蜜多 帮助法界的智慧 所以那世间人 喜欢干净 所以你这个人很干净 世间人喜欢漂亮 所以你这个人很庄严 世间人喜欢有效率 所以你做得非常有效率 所以我师父说 写字要比别人漂亮 画画要比别人漂亮 做菜要比别人好吃 唱歌要比别人好听 不能佛法有什么用 佛法就是超越世间 所以释迦牟尼佛从小就视线 谁射见也没有赢过他有利 对不对 谁自己做什么事情 都没有超越他 所以他是有而不执着 这个有 这个能力是为了奉献 而不是标榜自己 但是如果你世间法都不圆满 因为我发觉很多年轻人来修行 甚至出家以后 忙得打坐 忙得看经典 忙得做佛教的事情 世间法一律不懂 也不想去参与 也不想去关心 这样的一个动机 来学佛对它是个伤害 所以我想最高的智慧 你想服务众生的智慧 所以美国国家怎么管理 那你都要悔 你不能说总统 你会我不会 所以佛陀是具足总统 转轮圣王的能力 而放下成为佛陀的 你不能说我不会唱歌 我不会化妆 我不会演戏 我不会煮饭 我不会经营公司 你都要会 但不执着而已 所以在这一点 一个有智慧的人 你叫他 各位有戴眼镜的跟我一样 戴眼镜的就是 一个眼镜放在你脸上 脸就变形 你要找到一只刚刚好的眼镜 那也很高的智慧 所以而不是说 按照你的想法 就套在别人脸上 这个就是一种 和 鞋和 配合 因为一切都可以改变 那这一点各位 首先你要放下 自己的动机 叫我指 也放下对外界的分别 叫法治 所以你要达到这个智慧 你首先要 你不断除我 执法 你去追求佛法 反而伤害你 你会用 我的想法来解释 阿弥陀佛 这不是阿弥陀佛的想法 所以你要完全无我 没有分别 去除 烦恼 障所 之障 那你去思维 阿弥陀佛的想法 所以我想 所谓的善知识 你必须看出 他有这个点 才可以 如果你要追求 菩提心呢 当然每一个人身上 都有一点优点 你可以去学 但是不要执着 我发觉这个末法事件 如果你认为说 我善知识只有一个 对你是很危险的 因为他毕竟不是佛 在这个末法 这个末法时代 都有人性上的缺陷 但是佛陀要我们 按照经典 佛陀的经典跟戒律 去修行 而放宽你的眼睛 去学习 所有世间的圆满 就叫万行无愧 美国人的特点 墨西哥人的特点 日本人的特点 华人的特点 动物的特点 你都要吸收 千万不要把自己 弄得很紧 我有很多功课没做完 对不起 我没时间去管这个 那你这个叫 脱离世间求菩提 等你都学会了以后 你完全没有用 就像在象牙塔里面 研究经济 研究了十年 叫你下来做老板 这公司一定要倒掉了 这个世间的股票 局势发展 你要息息相关的 去了解它 然后用佛法来帮助 这样可以 那不是我脱离 所有的世间的一切 然后来谈佛法 就像各位我坐在这边 跟各位谈 你们是世间的 有家庭 有事业 有可能 那我不能脱离你们 我必须要了解 对方的感受 立场 你才能够去谈佛法 所以在这一点 那这个叫 大乘的 入众生心的智慧 完全无我的 把我放下 自我爱惜 自我对佛法的执着 都要放下 那你要完全融入于对方 以融入于对方来追寻 帮助对方的佛法 方法 所以自己只是一个 一个幻化的存在 所以我讲这个 有一点困难 但是 各位可以多去朝这个方向 因为这是经典所说的方法 我们要追求一个 圆满的 般若智慧 所以 那你应该要怎么做 好 有问题吗 老师好 那个 昨天您 讲到一个说是 要内心 对自己做过的 错事情 要忏悔 然后 我当时认为的是说 我们来参加这样的法会 或者是参加平时的那种 以轨的念诵 这样子 所以这种忏悔 您当时觉得说 就不够 还要从内心 有这样的忏悔 您能不能再具体一点 给我们知道 我想就像各位忏悔 会念百字民众 但是 如果你念百字民众 而不知道自己要忏悔什么 念了就没有用 比如说 我知道我头痛 所以我要吃头痛的药 我为什么要忏悔 我又多胎 我又曾经骂过爸爸妈妈 这什么光现实 过去世人你不懂 所以你要把 比如说 这一点藏传佛教比较缺乏 汉传佛教的很多祖师 把六道众生 有可能犯的错 都把它集合起来 按照经典 那一本叫 梁黄宝灿 四杯三昧水灿 从个人的贪嗔痴 什么样的情况 身口意会造什么恶业 然后将来的果报会怎么样 写得非常清楚 然后你首先要把这个 理论要了解 这个叫显 理论要了解 我要忏悔什么 然后呢 再来持咒 所以你一定会有一个 一个惭愧心 再来 念欧班达沙斗红 如果只是为了个人消业障 而追求智慧而忏悔 这个还不是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是 所谓大乘是我念这个百事民众 是所有众生的业 都我来承担 以及他们怎么造业的 这些你都懂 虽然我是个男人 但是 女人犯的错 我也要忏悔 也不能说 我是男人 我不用替女人忏悔 所以普贤菩萨在愿待众生忏悔 所以所有众生 那众生是什么 不是一个名词 现在我发现一个最大痛苦 众生众生 你根本不了解众生的苦和难 只是一个名字 我回向众生 有一句话 有时候我们老师上问你 请问你的妻子父母超度 我不知道 我天天回向给众生 所以那你这样就是 有一点妻子灭祖 就是说你最近的父母 你都没有百分之一百 全力的去孝顺他 让他快乐 你讲说我回向给众生 那只是一个名字 也没有真心 所以我想 所谓忏悔 你必须了解 你现实的人性上 个性上 行为上 有什么缺点 在别人眼中 你必须有所改变 有所改变 而不是我念 一万次两万次 你都没改变 你的脾气 想法 心态 那念那个有什么用 也就是说 忏悔必须对过去所做的 错误 知道 生其惨愧心 而且决心未来绝对不再做 那有这样子的决心 然后呢 求佛菩萨的加持 所以要有自力 福利 而且要弥补 我今天骂过你 然后我忏悔 我在佛前一直忏悔 就算了吗 不行 我要对你讲十句好话 骂你一次 我至少要跟你讲十句好话 所以你要有这个法力 就是对众生的 这种弥补的力量 所以这些不能缺 所以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 就是我刚刚讲 现在很多人 我认为这个法很好 因为佛经一直说 这个法非常好 到这一点 我什么都不广泛 那我就修这个 这个还是目的性很强 这个还是自私的 我认为这个法特别好 我就舍弃一些比较不紧 平凡的法 请问这是不是傲慢的偏见 抓住这个 那这样对自己一点帮助都没有 所以我很相信 连时讲 虽然我们的目标高 但是我们修行好像杀一样 就像忏悔一样 你要像杀一样去检查自己的 眼睛耳朵 讲话 行为 走路 待人 接物 过去到现在 有哪些缺点 要全部找出来 所以佛教里面说 认识自己缺点的人 是个开悟者 不了解自己缺点的人 是一个愚痴者 所以当然要忏悔 要知道 你忏什么 所以那你改变了多少 这样才有实际的作用 好 我想请问就是 您之前说 显密 显就是说 学一些佛经的理论 然后密呢 就是身口意方面的修行 然后但是在生活中 我们一些朋友 比如说专门修念佛法门的 或者是地藏法门的 然后我们因为是我自己个人是修一些 比如说是菩提学会的这些课程 对显宗密宗 我们都是相容的 都是在学 但是我们好些朋友嘛 他们就会很明显的 区分开来 就是作为一个分界 然后就说在生活中 如果想跟他们更好的沟通和交流的话 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跟他们就是能再多沟通沟通 好 感恩 我先做我的想法 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它显密双修 事实上是个人的想法 一点都没修 比如说出离心 你要修出离心 你要去南传佛教实修看看 那种出离心 那种出离心 看不尽观 待在魂牧 那种完全舍离 甚至日中一死 要有实修 现在的出离心是一种理论 懂得吗 所以你刚刚讲的 我认为我们在显密圆容 这句话对我来讲不存在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显的基础 所以汉传佛教在显教这边做得非常圆满 它是从你的生活去做 所以经理论都要深入 我发觉有时候你们修很多经理不看的 因为你忙着忙着仪轨 忙着家行 经典不看的 我们的修行里面 你要圆满显的纠续 至少要五年深入经账 佛陀所讲的经典 从开始到最后 你要了解 但是我发觉很多人不看 直接就跳路 主师说的 论说的 佛重要还是主师重要 所以在这一点 我是觉得 没有什么 只是说 你刚刚讲到 他们为什么跟你格格不入 应该是你自己跟他们格格不入 我是什么学会的 我是什么学会的 你已经把自己画个框框了 跟别人的思想都有一点 对立了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小小的范围之内 就一直认为这样是对 但是对外界的完全不融合 不在一起 所以现在会有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会造成别人对你排斥 所以老实说 藏传佛教在某一些事件 被很多事件是对立的 攻击的 这为什么 因为在某些时间 我这个法很傲慢 但是时代已经变了 现在是一个网路时代 不能在自己一个山头在修 自己一个法门 自己一个上师在修 对上师的观念是 这个上师我尊敬他 以对上师的尊敬去尊敬 每一位法师上师可以 以对一个本尊的认同去 认同所有本尊 就像我今天讲韦陀菩萨 很多 修秘中 什么是韦陀菩萨 遗鬼知道吗 不知道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韦陀菩萨不是我们秘中的 所以我想认为 在这一点 我认为我们汉人 还是要把汉传佛教的先圆满 我们去吸收藏传佛教的精髓可以 也去吸收南传佛教的精髓可以 但是不要把自己归类为 我是藏传佛教的 那这一点要注意 面对说 他会觉得你们是学西藏的 我们是学中国的 变成是我们自己跟人家搞对立 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注意 再来 不管你写哪一个显弦密 都无所谓 问问你家人 可不可以接受 这一点看你自己 不见得说 你修哪一个学会 这样的 而是佛法 是让人表现出来 你跟亲戚朋友 看到你越来越进化 越来越有爱 越来越关心对方 而不是我每天 不要跟我讲 我还在修实外面 那你已经在脱离对方 你已经在隔绝对方 然后每其名 说我在修行 这是最恐怖的事情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在经典的时候 千万不要让自己归类在 我是某一个团体 记住这句话 这样你就没有空性 你要把它归入一个 我是某某教派某个团体 这是圆满 去凸显自己的对 然后去认为对方的不圆满 这是违背空性平等的道理 我应该这么说 希望我没有得罪你 那个法师 那个非常感恩 能够跟您这边见面 然后昨天也跟您 简单聊了几句 今天其实提到的 这个智慧的力量的话 我有一点 也一直在记录 就是您提到说 不要把烦恼 就留在明天 就是在今天 其实就能够把它处理掉 但是这一点上 我现在觉得特别的难 就是刚才那位师姐 也提到说忏悔 其实我现在更多的是一种 后悔或者说是遗憾 就是这种情绪 或者这种感觉一直都困惑着我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去改善的 然后在诵经的时候 我会得到缓解 但是念完以后 或者说自己平静下来的时候 就又重新回到 之前的那种状态 因为这是你的执着放不下 这么简单 就像一个女人失恋了 吃饭也不好吃 还在想那个失恋的事情 确实是 那你吃 当然吃不好 所以你既然要吃饭 你就专心吃饭 就是说你现在坐在这边 如果你能够把刚刚这些我讲的 不管对对错错的方法 你找到一点点对你好 你很专心 你就像打坐一样 师父我打坐的时候忘了我胃痛 因为我专心在视为佛法 当你全然接受这个三宝法力的加持 他才可以帮助你 当你怀着胃痛 胃痛 胃痛 然后在听佛法你还是胃痛 因为你的主题是胃痛 不是佛法 所以你会一直觉得说 那个失败 那个烦恼 那个变化 我不能接受 那佛教刚刚不是讲了吗 万法你都要接受 从接受里面 再去弥补 可以接受自己的因果 那我真心的认错 忏悔 所以我在监狱里面 被处死刑的人 有认错 忏悔的人 死那个眼神就不一样 不认错 不忏悔的人 还是鬼的恋 眼睛瞪着大大的 不甘愿 同样死有两种死 所以就像 你现在就像念佛一样 你念阿弥陀佛 那你要全然交给阿弥陀佛 现在就在极乐世界 结果你把你的烦恼 又带到极乐世界 所以你进不了极乐世界 所以你现在的情况是 佛法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佛法是在痛苦里面 而超越痛苦的方法 因为超越痛苦了 所以那个事情 你就有冷静的智慧去处理它 而不是说 我用佛法 使我的事业又赚钱 那这样以后 佛法变成一种利用性 目的性 那这个不是佛法 所以佛陀叫我们 先放下 然后再去处理 先放下 先超越 而不是说 那我明明人家在追我要钱 然后爸妈在生病 你怎么叫我放下 心理 超越它 你才可以认真的去关心它 你不能 如果你现在的状况 跟你妈讲话 事实上你会让他们更烦恼 知道吧 因为你用烦恼去 妈怎么办 这个是非常不孝顺的 知道吧 就像你昨天讲 我爸妈都为我的事情生病了 这是你最大的问题 你怎么可以把你的烦恼 转移给你父母呢 所以你可不可以 怎么可以把你的烦恼 转移给我呢 好在我这个人对你不执着 他昨天跟我讲了一大堆 他的烦恼 因为你一直要把烦恼 依赖给外在的世界 但是你不愿意 承受这个烦恼 这个变化 而且事实上这个烦恼变化 也是一个暂时的因缘 它没有永远的 能够活着就是快乐 能够吃饭就是快乐 能够呼吸就是很伟大 这样就好了 千万不要把 有钱 过去有钱 才快乐 现在没钱 我不快乐 就不能有这个想法 修行 监狱也可以修 医院也可以修 任何地方都可以修行 就是这样 就像各位 你坐在那边 脚也会算 这个叫修行 修行不是在脚上 而是在心里面 所以我想你还是先接受这些 所以现在你不能谈这些 你只能说 接受它 什么都不要管 你阿弥陀佛 读心经 让自己的情绪 所以佛陀说 你要解决世界没问题 没办法 你先去极乐世界再来解决 因为从你去极乐世界 得到一个空性的智慧 跟一个不退转 你再回到这个世界来解决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没办法 千万不要一个强迫说 我要利用什么法 可以让我恢复我的金钱 恢复我的健康 这个想法 不是佛法 佛陀最后也是死了 但是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 那就每天当做修行 赚钱也会烦恼 没钱也会烦恼 这个世间本来就是烦恼 这个世间叫五浊二世 堪忍的世间 不知道我们干嘛要佛法 头痛完了以后脚痛 脚痛完以后什么痛 反正随时都会痛 像我出门要带一大堆药 以防万一 所以他们生病都在找我 我说你们都不带药 你们都不会生病了 我世上是为他们带的 肚子痛感冒都是我的药 我这种妈妈的心态 妈妈出门奶瓶什么都带好了 尿布 又不是妈妈要用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不要怕烦恼 这个是修行最好的祝愿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要赶快拿 请坐 请问一下 就是现在大部分人都有家庭事业 然后上班结束 放学之后就觉得很累很辛苦 经常想再继续修行 就是读经典 但经常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请问一下这些方法有什么对质的 这不是对质是有一个错误 上班上学都是修行的祝愿 利用上班去感谢你的老板 利用上班去服务你的客户 把自己的工作做成有一个很好的动机 一种无所求的奉献 那这个就是修行 读书 那是为了服务世界 我读了这些知识 我可以帮助这个世界 在医学方面 在政治方面 在社会方面 所以那讲课的老师 变成佛在讲话 我们呢 也在吸收他的智慧 那你要把佛法 佛法如果 现在年轻人 我刚刚讲过 把佛法跟世间脱节了 所以吃饭 走路都是菩提心 所以这样就没有累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 对不起 你好累 你好苦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你才累 我哪里累 我每天欢喜都不都要 活得很有意义 谁说我累过了 所以我因为 我能够去 做一个修行人 然后 来大家讨论讨论佛法 因为我存在 多放一只鱼 我都很快乐 这没有累不累的问题 所以但是用世间法 来看佛法 当然会觉得 就像我们要出家 妈妈哭的钥匙 你好痛苦 要去做乞丐 我说妈妈 你才是乞丐 我要去快乐 我要去做皇帝 我做乞丐 我要脱离监狱 你看我结婚七年 快完蛋了 所以当然对父母来讲 他不能够理解 所以你现在的方法是 你要把佛法是个道理 把这个道理应用在你现实的生劳病史 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好 却不执着这个事情 懂得见吗 什么叫佛法 你去上班不是为了钱 只是为了让老板 让员工 让社会快乐 那不是佛法吗 不是为了钱 反正老板是加你薪水 哪里找这么好的员工 因为你在修行 修什么 修忍辱 修空性 修悲心 对不对 而且这些资粮就成为 成佛的菩提心的资粮 那你不会累 要不说对不起 我没时间 我还要读经 我还要修行 我还要上课 那完蛋了 现在我发现很多人 用这样去修佛法 这会伤害到佛教 好 阿弥陀佛 师父慈悲 对子想问一下 关于这个纽约 这个短期出家的活动 我们女众因为 只有一生 只要一次出家的机会 请问一下 这个短期出家 这个不是正式出家 这个可以参加一百次 长期出家是 你对社会说 我李光头了 我受了出家戒 我正式要 决心要出家 因为你正式决心要出家了 那当然佛陀说 女众只能一次 为什么女众只能一次 因为女众 大部分还俗都是为了感情 你一直做感情 我生了小孩 你不可能再来出家 那男众还比较放得下一点 所以这样是保护女众 但是如果短期出家 这只是学学 一种禅修的生活 了解这些 当然有空多参加 比较好 如果有空 还有一个就是 关于说菩萨界的 我们在家居住有家庭的 是受的 适合受那个六众的 还是十众的 听说那个十众的 是跟出家人一样是吗 对 一般是在家会受六众 二十八千 但是也可以接受十众 只是因为 你不是出家身份 你就以里面的 在家人的部分去做就好了 但是菩萨界 并不是有分在家出家 菩萨是超越出家 与在家 菩萨界无尽障界 所有佛陀制定的戒律 都是菩萨的戒律 三归一 出离心的戒律 慈悲的戒律 成就菩利心的戒律 空性的戒都是一定要要受了 菩萨界是 受就代表一切 宁可受戒而犯戒 千万不要怕犯戒而不受戒 菩萨是种一个种子 不是说你受了菩萨界要求你一百分 不是那个意思 还是你朝这个方法 比如说你现在还不能吃素 那能不能受菩萨界 那当然可以 只是这一点自己有惭愧心 不然整个藏传佛教 很多都还吃肉 他们都不是菩萨 是他们的环境的因缘文化 所以在这一点 他们是不圆满 但是在很多方面 他们很努力的 怎能这么说 所以当然菩萨 而不是说百分之一百 所以还是鼓励在家人应该 因为菩萨界是为所有出家在家 只要大乘佛教的 都应该受菩萨界 不然你就不叫大乘佛教 这是大乘佛教的基本戒律 好 感恩师父吃杯开示 感恩师父 我弟子这个基础很差 但是我在读地上经的时候 他会讲 如果你很虔诚诵经的话 会有女转男生 那佛教当中 会不会存在着性别偏差 我在想 会不会就说男生会比女生好 没有没有 就是说夜报上 男生比女生好 心态上男女平等 佛性平等 夜报上也明明是女人 那就差一点 为什么 因为女人本身体力不够 再来 你一个人修行 男人出家不会被强奸 但是女人本身 她的乐视也好 她感情的执着也好 她肉体的缺点也好 这个法器比较没有那么圆满 所以这是必须要承认 所以我想佛教没有看不起 佛教只是提醒你注意自己 当你做个女人的时候 意识上 普遍上 女人就比较执着感情 执着欲望 执着外表 执着一切一切 比较吃亏的 所以佛陀会制定很多戒律 来保护女人 不是说佛陀看不起女人 说你们要受多一点 不是那个意思 所以这是人一定要了解 人性的缺点 并没有 但是佛性是平等的 所以观音菩萨 龙女成佛 八岁龙女就可以成佛 因为她完全的舍离执着 跟把最圆满的去供养 好 祝你成佛 但是佛经有说了 末法时期 女人升天 男人下地狱 为什么 末法时期 男人不干事的 不做事的 储饭扫地 这个女众去做就好了 女众去插花就好了 所以女众乖乖地升天 然后男人呢 之间有问题 有懒惰 所以很容易出问题 所以我老实说 我们有时候地方共修 来的大部分都是女众 也有一些男人 但是男人都怪怪的才要来 反正女人比较正常 所以那这一点就是末法时期 没办法 因为女性她比较 愿意做事 愿意付出 哪一天我来中心 是男人煮饭给我吃 这边叫正法 都是女人跟我煮饭 男人说都不用煮饭 我要去禅修 我要干嘛 她不做事的 好 谢谢 还有吗 请说 刚刚师傅 昨天我问你的问题 因为我去帮很多人的时候 我说我的苦 并不是我不想付出 我真的很开心去做 但是每一次我帮一个 每一个需要帮的人 他们经过的苦 真的很难过 我曾经帮过一个 三十岁的女生 在中国来的 她就得到血癌 我帮了几年以后 一天天看到最后 她走的时候 我就安排她的庄里 然后她不想回去中国 她想留在美国 那时候她父母非常的难过 希望她回去 回去中国 但是最后她还是留在美国 我就安排到 她的 我的父母的附近里面 然后我每一年都跟她 的父母的上线 这样子的话的苦 怎么样去发解我自己的苦 那我想 我们现在要给自己告诉一句话 我们现在不是真正在帮她 只是跟她结缘 真正帮众生 你要成佛 所以要把自己的不圆满 化为成佛的一种力量 要努力 但是现在呢 就像我们去 假设放一条鱼好吧 我放它不见得它会活 因为它本来养在水池 还有东西吃 但是你给它放下去 它就没东西吃了 再来其他大鱼 可能会把它吃掉了 然后你说 这样我就不放吗 那错了 因为它是在自然的因缘状态 而不是被杀掉被吃掉 它有它的因缘 所以我们还是要救 所以我们从帮人里面 是来学悲心 而且被你帮的对象 都是你应该帮的 这什么意思 这个人会受你的帮助 是因为他过去做过你的爸爸妈妈 简单的说是我们欠他债 你去祝念的都做过你爸爸妈妈 不然谁会去祝念 你去看病的人 都是做过你的最亲的人 不然你看他病干嘛 所以在佛教里面你要讲说 我们这一次投胎 有机会做人 但是几百世的 这些因缘都在我身边 就像我跑遍世界 如果要去调查 这里面的人都做过爸爸妈妈 兄弟姐妹太太儿女每个都是 不然你不会聚会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是来感恩的 结结善缘的 但是不要主宰他说 我跟你说你要接受 我帮你你病一定会好 这种有所求的帮不行 所以佛教说 实无众生可度 如果你认为你在度众生是邪见 因为随缘他有他的因缘果报 这样就好 但是我们相信佛法的力量 在他身上一定会产生一些作用 这样就好 但是对自己来讲 要不间断地追求智慧成就 对自己要要求这个 去追求菩提心 我们去修悲心 但是对对方是随缘 不要给自己压力 讲成师父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朋友们 扎西德雷 今天是龙青八尊者的元集日 你们认识龙青八尊者吗 尊者是连华生大事之后的第二佛陀哦 来听听龙青八尊者为我们留下来的语录 龙青八尊者三十项劝戒 生恨是我恳切的第五项劝戒 不要期望好处和别人的报答 是我恳切的第六项劝戒 努力用功修行 是我恳切的第七项劝戒 减少忙碌于这些琐事 是我恳切的第八项劝戒 生无常悟是我恳切的第九项劝戒 言语祥和是我恳切的第十项劝戒 言语婉转是我恳切的第十一项劝戒 保持坚默是我恳切的第十二项劝戒 抛开这一切是我恳切的第十三项劝戒 纯正的看每件事物 是我恳切的第十四项劝戒 福慧双修 是我恳切的第十五项劝戒 依止解脱道 是我恳切的第十六项劝戒 谨择正直诚实的人 是我恳切的第十七项劝戒 谨慎约束自己 是我恳切的第十八项劝戒 不缓不急 是我恳切的第十九项劝戒 保持中立 是我恳切的第十八项劝戒 平等对待 是我恳切的第十一项劝戒 尽量减少这些方面的研究 是我恳切的第十二项劝戒 去除所有这些活动 是我恳切的第十三项劝戒 了解如何不执着的解脱自在 是我恳切的第十四项劝戒 保持谦虚 保持谦虚是我恳切的第十五项劝戒 观察自己的心 是我恳切的第十六项劝戒 远离细润 是我恳切的第十七项劝戒 实时观照 是我恳切的第十八项劝戒 二之双运 是我恳切的第十九项劝戒 哎呀 我们只是在欺骗自己 解形相应 是同清八尊者 第三十项劝戒 朋友们 这次荣心八尊者 以恳切心与大家 分下三十项劝戒 以这样的善意 祈愿一切众生 能从世间解脱出来 而得到大安乐 愿大众自立立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